老板被执毅 因为她知道 如果她告诉我 她来担责的话 我肯定不会同意的 现在事情 已经开始发酵了 老板被执毅 咱们寻觅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之前文容小姐 秀得太过了 在网友眼里 老板就是完美老公 现在人设翻车了 不本来就是靳姐的吗 要不然就 靳姐 她现在处境也很为难 一边是公司利益 一边是自己老公 你现在把她穿出去 你就要无情无义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现在怎么办 两个老公总得舍一个吗 你看我干吗 那是女包 谁说男生不可以背女包了 男生怎么可以背女包吗 男生怎么不可以背女包了 男生就是不可以背女包啊 怎么又不能了 就是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 大家好 我是温德瑞拉 老板 文容小姐正在直播 澄清假包的事情 我要正值得跟大家说一声 请不吝点赞 能不能再 Äl añad 这条路 还在手里 里面 都没了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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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